那么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上午到什么地方了 今天上午呢我们先把这个虚拟机呢来做了一个开启 也就是点这个按钮开启虚拟机 然后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两种类型的弹窗 一种呢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提示框 另外一种呢是类似于这种错误框 那么如果是提示框的话 你只要在第一次弹出来的时候呢 点击这个不再显示 那么后面再点确定 以后呢就不会显示了 这是这个提示框 那么错误框的话 有把这个对应的错误呢解决掉 你才能开启机啊 好这是这个问题 行那么现在的话 再来开一下这个虚拟机啊 选择这个运温零一期 然后呢开启虚拟机 那么开启虚拟机之后呢 这时候呢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 我们把鼠包点进去啊 要不然它这个地方呢开始倒计时了 叫automatic boot in多少秒 就是说如果你不选择 它上面有五个选项嘛 如果你不选的话 它会在一分钟倒计时之后 默认给你选中第一个 并开始执行 所以如果不想让它给我们选择 那么赶紧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鼠标就没有了 鼠标没有了的话 在我们的虚拟机的左下角会有个提示 说要返回到您的虚拟机 请按control加alt键 那么如果出来的话 就按下这两个键 好那我现在不想出来啊 行当我移动一下之后呢 下面那个倒计时没有了 行那么接下来的话 开始要进行安装了啊 安装的时候呢 五个每一个呢 我们都可以读一下看什么意思 第一个叫install or upgrade and exciting systems 什么意思呢 install这个单词先得认识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命令里面就install install叫安装 那all呢 all表示或者 那upgrade呢 upgrade表示升级 他说安装或者升级一个已经存在的系统 第二个呢 叫install systems with basic video driver 说安装系统呢 带什么呢 带简单的或者说基础的视频驱动 简单或基础的视频驱动 第三个呢 request install systems 这个呢 后面的话就明显的 我们没有看到install了 是不是 所以后面呢 就不用选了啊 后面就不用选了 已经不是我们需要的了 因此呢 这两个我们确认一个 选哪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叫基础的 我们不想要基础的 我们现在是学习一段 我们要选个完整的 所以我们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啊 就是让这个黑条的黑色背景色 选动第一个 这是我们第一个步骤啊 在开启之后的第一个步骤 那么在这块呢 我们需要选择这个啊 通过上下两个键来移动这个黑色背景 来选择第一个 选择升级或者说安装啊 一个已经存在的系统啊 也就是第一个选项 选择它 那么怎么选呢 通过我们的上这个方向键 来或者说下这个方向键 来进选择 那么选好了之后呢 由于这时候我们点进去之后 鼠标已经没了啊 所以你不可能通过鼠标来点选的 当我们选中之后呢 然后按一下怎么键呢 按一下回车键啊 按一下回车键 嗯 行 这是这个步骤啊 那么接下来呢 按一下回车键 看看有什么提示 走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不需要动啊 它自己会走 等一会儿就行了啊 稍等一会儿 行 然后呢 到了这个步骤 这个呢 今天上午有同学问 这个是干嘛的啊 读一下标题 读一下标题 叫 DiskFund DiskFund 这地方啊 这个标题叫DiskFund Disk呢 不叫驱动啊 Disk就是指光盘 Fund表示 找到了 哎 找到了怎么办呢 他说 To begin To begin 开始 开始干嘛呢 Testing Testing表示测试啊 说To begin Testing the media 测试这个媒体 就是测试个光盘 Before Installation 在安装之前 问我们要不要测试光盘 如果要测试 Press OK 就按一下 OK键 说 Choose Skip 选择跳过 To skip 去跳过 The media test And start To installation 说如果你想选择跳过呀 请 选择这个跳过 然后干嘛呢 跳过这个光盘检测 并且呢 开始进行安装 那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什么是媒体检测 那么媒体检测 像我们有的时候呢 在安装软件的时候呢 它为了确保你这个软件的完整性 它先要请检测一下 看你这个软件包呢 有没有什么破损 比如说缺东西 那么这个光盘的话 由于它是三点几个G 好大的一个文件 那万一里面缺东西了 那你安装成一半的时候 装不下去了 那前面的工作不就白费了吗 所以呢 它有一个检测 那这个检测 我们一般要不要检测呢 不要去检测了 因为这个文件 它没有损坏 我发给大家的 肯定没有坏的啊 所以这地方就不用你检测了 因为检测很浪费时间 检测很浪费时间 所以这边我们就选择跳过了啊 就不要去检测了 那么怎么跳过呢 按一下左右两个键 左右方向键 请选择 选择让这个白色的背景 选中Skip就可以了 那么选中好了之后呢 同样也是按一下回车键 来进行确认 这个是来进行一个媒体检测 我们呢选择跳过啊 那这块的话换个颜色啊 红色的就不大显眼了 换个颜色 这个也不行啊 红的吧 圈外面吧 好 第一步骤 那第一步骤呢 就是在检测 到这个光盘啊 光盘 光盘呢 也叫DISC啊 检测到DISC之后啊 选择跳过 跳过也就是Skip 跳过完整性 完整性的一个检测 直接呢 来进行一个安装 那这边呢 就不用等了 因为这个比较耗时啊 所以就不用等了 然后按一下回车 按一下回车之后 稍等一会儿 这个过程不用动它 好 现在它又有个提示 当然这个提示呢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意思啊 将标题看一下 Unsupported Supported呢 表示支持的 加1D呢 表示被支持的 前面加个UN 表示取返 叫不被支持的 不被支持的什么呢 Hardware Hardware表示硬件 表示硬件 那软件叫 Software Software Detected 所以这个软件 硬件呢 是不被支持的 这边呢 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个呢 跟我们这个虚拟机 没有什么关系啊 主要是跟什么有关系 跟这个我们这个光盘的版本 有关系 我们用了6.5 它会有这个提示 如果你用6.6 6.7 6.8 不会有这个提示的 那这个提示 也不影响我们后期操作呢 它是不影响的 所以这边呢 放心的跳过就行了啊 直接按OK 我们也没得选 就只能OK了啊 这个呢 不用管它 直接OK就行了 那么随后 随后提示啊 说不支持的一个硬件 那这边呢 忽略 直接忽略 直接下一步 这个呢 不用管它 直接OK就行了 行 那么接着OK之后 再看看后面呢 会有什么提示 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已经看到鼠标了啊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虚拟机里面的鼠标 虽然是鼠标 但是这个鼠标 你如果不按快捷键 它也是出不来的 它是在里面啊 那么在里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右下角有两个按键 一个呢 叫back 一个叫next 如果这个单词 你不认识 没有关系 你看这个方向键 这个方向键 我们在哪见过呢 左右键 这个方向键 哪个地方以前有过呀 不是上一步下一步啊 最早我们见到这个方向键呢 其实应该是在浏览器上见的 这两个键 这个干嘛的呀 这个 前进和后退嘛 对吧 也就是上一步和下一步的意思啊 所以如果不认识这个单词也没有关系 你看这个方向键也能看得出来啊 它呢表示倒退 它表示下一步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是第一步 它能上一步吗 不能 所以是灰的啊 那所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就点击next 也就是下一步 那这个步骤呢 就比较固定了啊 在这个界面的话 我们点击next next表示下一步 如果对于这个英文呢 很烦的话 我们后面呢 有解决办法啊 点击下一步 next e那就是点击下一步啊 点击下一步 next 行 那么e之后呢 那我们就看一下next之后啊 会有什么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看上面一下 当然你不看上面 其实你也知道这步干嘛的了 对 选择语言了 因为看到这个中文简体和中文繁体了 so what a language what you like to use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process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说 你在安装过程中想要使用什么语言 那刚才我们还担心这个后面 如果都是英语怎么办呢 对不用担心了啊 这边我们就赶紧把它选到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叫Chinese simplified的简体中文 好 然后点击下一步 那么从下一步开始呢 你看到的将都会是中文 所以有这一个选项还是很不错的啊 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它了 然后选择next 然后选择next F选择在安装过程中 我们需要使用的语言 如果你觉得你英文很溜 那也行啊 你就不用选这个将近中文了 甚至你可以选一些其他国家的语言 行 那么先下一步啊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中文了呀 所以后面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个单词不认识了啊 然后这个键盘呢 键盘这块的话 这块呢是选择我们当前的这个键盘 键盘呢 我们虽然说选择是中文 但是这里面没有中式键盘啊 没有中式键盘 所以这个键盘我们就默认不动 就让它默认使用美国式英语的这个键盘 因为没有中文键盘啊 行 选择它 EFG啊 选择键盘的一个类型 叫做美国式英语啊 什么时候能出现一个中国式英语就好了 行 下一步 那么在这个步骤呢 它说您的安装将使用哪种设备 一个呢 是基本的存储设备 另外一个呢 是指定的存储设备 那么我们这地方呢 没有指定的存储设备啊 我们因为之前已经给它分过一个20个G了 那20个G呢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硬盘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默认不用动就行了 硬盘属于最基本的一个存储设备了啊 这边不用动 不用动的话 然后后面呢 就直接可以下一步了啊 选择 存储设备的一个类型吧 先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呢 这个时候它会有一个警告告诉我们啊 这个警告说 以下的这个设备中呢 可能有数据 这个盘呢 多大呢 这个是20个G啊 20个G 它说这里面有数据 可能有数据啊 不是真有数据 因为我们这个盘呢 是之前分给它的 里面有东西吗 我们能不能确认 肯定没有东西啊 肯定没有东西 这个可以确认的 然后有两个选项 一个呢 是说 它提醒我们这里面可能有数据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 我知道这里面有数据 但是我全你全给你清掉 就是我们所谓的 可视化 另外一个呢 哎 里面有数据行 那我不动 我让数据留着 那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呢 应该选择是啊 因为这里面真的没有数据 这个是真的没有数据 他也说了 这可能是因为该设备为空白 或者说未分区 或者说虚拟的 来的确我们这是空的 也没分区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提示 那现在的话 我就不需要这上面的数据了 再说这上面也没有数据 那所以这块呢 我们就需要点这个啊 点是 那么点是之后呢 再去紧接着下面 我们要去点一个下一步的操作 先点这个是啊 然后呢 再点这个下一步 其实这个步骤呢 就相当于帮我们去格式化 我们这个空白的瓷盘了 对这个瓷盘呢 来进行分区的操作啊 这是这个 hi 对瓷盘呢 来进行一个空白盘的啊 空白盘的一个初始化操作啊 选择是 选择是 并且呢 忽略所有的数据啊 然后再点击下一步 好 那我这边呢 先点一下是 行 然后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个步骤呢 先不要着急啊 在这个步骤 很容易出错 上面这个地方呢 它默认给我们选中了 并且是一个输入框 那说明我们应该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是吧 那什么叫主机名 主机名这边我们先不看这个 Linux啊 我们先回到我们Windows下看一下 Windows的主机名在哪看呀 我的电脑找属性是吧 在哪啊 是不是就这个呀 对吧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主机名 然后呢 Linux之下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设置 它有个默认值 叫localhost.local domain 那么这个值呢 有同学可能就想着 我这东西我看着不爽 我就想把它改 比如说改成自己的名字 改成自己的名字全拼 可不可以改呢 可以改 但是这个地方呢 咱先不要改啊 注意不要改 先不要改 你一旦改了 后面可能影响你一些软件的使用 所以这地方呢 不要动啊 但后面我们再讲到 专门的命令的时候呢 来通过命令进行修改 这地方先不要走动改 先默认就行了 然后也不要着急下一步 我们这边还有个东西 需要去做一个配置 叫配置网络 先点一下它 在这个地方点一下配置网络 那么点开配置网络之后呢 这里面有叫System ETH0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Linux的网卡 有线网卡啊 我们现在里面没有无线网卡 就有线网卡 有线网卡怎么办呢 不要点删除啊 不要点删除 就这一块网卡上了就没了 点编辑 点编辑 好 那么点一下编辑 然后会出现 这个界面 那么这个界面呢 这里面东西也都不需要去改 不需要去改 这个是我们的MAC地址 不用动 其他呢也不用看啊 我们这地方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给它勾起来 把这个给它勾起来 自动连接是干嘛的 自动连接就是 当你的Linux一旦开启了 它呢就会自动跟我们Windows产生一个连接 那如果你不勾它行不行呢 不勾它也行 但是你后面启动之后 你得手动连接 所以这个勾起来呢 对于我们后面的话 还是很方便的 就不需要我们自己手动去连了 这个给它勾上 但是如果你的电脑 在装完虚拟机之后 没有那两个网卡的 你就不用勾了 你勾上也没有用 你得有那个网卡才行 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说的 VMNET 8那两个网卡 如果你没有那两个网卡 这就不用勾了 你勾上也没有用的 那这边呢 是关于网卡的确认 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主机名不要动 主机的这个名字 不要修改 不要修改 然后呢 再点击这个 再选择它来进行编辑 编辑之后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给它勾上 然后呢 再点击应用 再点击应用 这就是这边呢 要做的这个操作 设置网卡的一个自动连接操作 这是设置好了 设置好之后呢 我们点击一下应用就行了 然后点击关闭 行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网卡呢 自动连接呢 就配置好了 那么当网卡自动连接 配置好之后呢 然后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配置好之后 点击下一步 然后依次 依次呢 是应用 再去关闭 再去下一步 那么直接呢 来点一下下一步 接下来呢 会进入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说 请选择离本地时区 最近的城市 他默认呢 是选择的亚洲上海 那这边的话 最近的 为什么 有号宾吗 哪有号宾呢 哪啊 这里面肯定是没有北京的 有号宾吗 我哪去了号宾 吉隆坡 真有啊 号宾有啊 不用找北京了啊 北京肯定没有 为啥没有首都呢 这个呢 就听一下就行了啊 这个为什么没有呢 不是看不起北京 计算机出来那会儿 还没有 应该还没有北京的啊 由于历史原因啊 以前北京不叫北京 叫什么呀 叫北平啊 有的地 有的计算机地方呢 可能有重庆 但是没有北京啊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选择上海就行了啊 这边就选择上海 默认就行了 时区这边呢 就这样的 默认值就可以了啊 如果你选号宾也可以啊 然后呢 点击下一步 此处呢 就使用这个叫亚洲上海吧 亚洲上海 好 建 那么后面的话就是 OK啊 好 设置时区啊 默认亚洲上海啊 然后设置好了之后呢 同样呢 也需要去点一下这个下一步 行 那这边呢 他会有个问题是说 跟账号将被用来管理系统 请输入用户的一个密码 这边呢 要啰嗦几句啊 跟账号 密码 他现在只让我们设置密码 跟账号呢 账号是什么呢 哎 账号默认就是root 我们现在设置的密码 就是给root用户设置的密码 那什么是root 也就是我们上一天提到过一次 在安卓系统里面 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root 哎 root权限 root权限 root权限是系统超级管理员的权限 所以这个密码呢 对应的用户就是超级用户 他什么事都能干 啊 这个密码呢 自己设置的一定要记的啊 你不要设置完之后 回头问我密码多少 我记不住啊 然后这个密码设置的时候呢 咱尽量尽量不要设置简单密码 比如说123456 肯定不让你看见的 这个密码能不能用呢 你在下一步的时候 他会有提示 他会告诉你 你使用的是简单密码 不理他 你可以不理他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 你理他吧 为什么要理他 因为你如果说 现在设置了一个简单密码 你以后可能就养成一个习惯 我设置密码就设置简单密码 那到公司中行不行呢 告诉你肯定不行 所以这边呢 密码的话 越复杂越好 多复杂呢 哎 用拿这个以前我家上架公司来说吧 他们设置密码这么设置的 什么形式呢 我可以先去网上找个东西 叫密码生存器 他们会有一个类似的一个小程序 比如说我要设置八位的密码 行 生存密码 如果你不想带这个东西的话 那就这个样子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加数字 不用记呀 记住干嘛呀 不用记呀 到拿的时候复制粘贴就实了 所以这个的话比较方便一点 因此这种方式呢 也是推荐大家用的 但是呢 在现在这个词题呢 大家可以尽量想一些复杂的密码 自己能记住就行 不要用这个 用这个你肯定记不住 我也记不住 你下次再生成就不一样了 这种方式还比较好的 密码管理器 方便 那这边呢 我们就建议呢 有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和数字组成 你如果想加特殊符号 也可以 总之一个前提 你写完你记得就行 我就习惯大写小写加数字 这是一个密码 设置root用户的密码 root用户的密码 那root用户呢 他称之为叫根账号 也就是root账号 那这个根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root 根就是root root的这个含义呢 就是根的意思 密码的话 建议呢 比较健壮一点啊 不要很薄弱的密码啊 建议比较健壮啊 最后呢 包含了我们的大小写 大小写字母和数字 你如果想加字符 也可以啊 也可以 但是这个密码 在书的过程中 他不会给你看名文的啊 都是这个小圆点 设置密码 设置密码 那么设置好了之后呢 点击下一步 设置好了之后下一步 那如果说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能不能下一步呢 这肯定不能啊 所以你得看清楚了啊 然后还要注意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有的同学可能在用这个 打字的时候呢 习惯用这个小键盘 小键盘呢 默认在训理机里面 数字是关闭的 默认是关闭的啊 你不要认为你按了键盘 它就有数字了啊 要把那个number lock给开开 然后才能出数字 下一步 哎 哎 居然不比较了啊 长度是一样的啊 行 这个步骤呢 它会有一个问题啊 说您将要使用哪一种类型进行安装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光盘20个G已经被格式化了啊 那这边的话 我们会选择使用第一个啊 使用第一个 那么替换的话 我们本身也没有Ninux 缩小线用安装也不是 剩余空间 我们打算把全部空间都用作 创Ninux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选择第一个 最保险一点 就是我把全部的空间 都来用作装这个Ninux 这边呢 就选择它就行了 将所有的空间呢 都给它应用到这个Ninux系统 然后后面还有两个呢 我就不建议大家勾了 一个加密的啊 一个是更改这个分区啊 你就不用动了 20个G再去分区也放不着 JKLM 然后这边的话是使用全部的这个磁盘空间啊 来安装 来安装 这个Ninux系统 使用全部空间 然后呢 选好了之后呢 点击下步 行 回到这边来 其他不用动啊 这两个不要够啊 行 那么这个步骤呢 我们需要确认的就是 它现在呢 说问我们是不是将所有的这个分区导入磁盘 如果是的话 它将重新再去格式化一下我们这个磁盘 那么这个步骤呢 如果你想装那就只能点试 点这个将修改写入磁盘 如果你不想装就赶紧进返回 啊 当然我们肯定是要装的 所以呢 这边呢就点击它 点它 好 这个步骤 随后呢 点击将所有的这个修改呢 写入到磁盘里面去 嗯 好 最后呢 再看一下后面的步骤啊 啊 重新再格式化系统了 行 这个呢 是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地方有点坑的地方 很多同学呢 走到这个地方之后 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先读一下啊 他说Centable S呢 将默认采用最小安装 我们现在呢 可以选一些额外的软件 意思就是 它在装的时候 它只默认带一些 系统必要的东西 不必要的东西 它是不带的 然后这里面每一项呢 表示的含义也不一样的 第一个叫Desktop Desktop呢 叫桌面的意思 意思就是 我们Ninux呢 是可以不带桌面的 那你想不想带呢 你如果想带的话 你就选Desktop 那如果不想带的话 那比如说我不想带 我就选那个mini脑 最小的 最小的就连桌面都没有了啊 然后第二个呢 是最小的桌面 这个是最小化安装 然后Basic Server 基础服务 基础服务 意思就是 它会给我们把服务器 作为一个服务器 需要的一些基本软件 会给我们装上去 然后Database Server Database叫 数据库的意思啊 叫数据库服务器 Web Server 网站服务器 Visor Host 虚拟机 Softwar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Workstation 软件开发工作站 每个东西呢 含义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想要的东西呢 可能是经常多一点 也不像说 来个存名利行的 那么一开始的话 还是有桌面比较好一点啊 所以这边呢 我就默认选带桌面的 也就是Desktop 生产的话 生产 生产的话 一般会选这个 就是最小化安装 桌面没有啊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现在还是学习 先认识一下 还是带这个桌面吧 很后期的话 用的时候就可能就是这个了啊 行 然后也不要召集下一步啊 不要召集下一步 我们要选择这个 现在自定义 现在自定义 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因为它more呢 是只帮我们去安装一些 能让系统跑起来的就行了 至于以后的东西 它不管你 那我们现在想额外的 再去安装一些其他软件 为什么现在安装呢 主要是 咱这个地方的 呃 教室是没有网的 你如果现在不装 你后面没有网 你也装不了啊 所以赶紧现在装啊 选择现在自定义 好 上面呢 选择desktop desktop 这个呢 表示安装带有桌面的 啊 它表示安装 啊 桌面版的 哎 这个 Ninux 选择安装方式 安装的 Ninux 哎 类型啊 那么第一个呢 先带桌面 那么带桌面的同时 后面的这一项 也得勾上啊 也就是现在自定义 同时呢 我们需要去自定义一些 哎 需要用到的软件 那需要用到的软件 这边呢 过往他 同时 需要安装啊 一些 后期需要用到的 哎 这个软件包吧 啊 一起来装一下啊 这边呢 把它勾上 那么勾好之后呢 再去下一步就可以了 啊 勾上它 啊 点击下一步 行 那么现在的话 它就可以让我们去选择 我们想要一个东西了 我们要勾哪一个呢 这里面呢 我们选择这个开发 选择开发 这些不用勾啊 这些不用勾 跟我们暂时没有关系 先不用动它 开发 开发这里面呢 有这几个东西 第一个呢 叫Eclipse 第二个开发工具 第三个呢 是平台开发 第四个也是平台开发 最后个是附加开发 这边我们需要勾的是 勾住这个 叫开发工具 把它勾上 哎 我现在能点下一步吗 为什么不能 注意啊 这个不是表示说 你把这个背景色 放到哪个上面去 就已经表示选中了 要把前面那个 勾给勾上啊 要把这个勾给打上 你不打上 你选跟没选 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勾也得打上 这边是很坑的地方啊 经常有同学觉得 我选中这个东西就行了 不需要勾 不是啊 必须得勾上 然后它会给我们 安装哪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点一下 这里面 你看 前面打勾的 它打算都给我们 装上去了 那为什么要勾它呢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在这 这个名字 是不是今天上午见过 表示C语言的一个编译器 因为我们后面 Ninux里面 好多软件 都是通过C语言编译的 你如果说没有GTC 那不好意思 你这些软件都装不了 所以这个东西 一定要带上啊 一定要带上 把它呢 勾上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啊 给它勾一下 选择开发啊 选择开发工具 这个勾啊 一定不要忘了 千万不要认为 只选中就行了啊 选择开发 里面的开发工具啊 前面的这个复选框啊 打上一个勾啊 打上一个勾 勾一定不要忘了啊 这个勾忘了就完蛋了啊 行 打好勾之后呢 然后呢 点击下一步 啊 点击下一步 好了 那么现在呢 它开始在检查这个软件包的相应性啊 然后稍等片刻 正在启动安装过程 这个步骤可能有点慢啊 从这个步骤开始呢 我们就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等它了 因为呢 它需要给我们去安装 我们这个系统过程中呢 需要用到的一些软件 软件大概有多少个呢 大概有1100多个 所以这个时间的话 预估 如果你的当时配置选得最低的 一一开头的 比如说一层一的那个 然后内层选一个G 这个时间呢 大概需要十分钟左右 这个时间大概需要十分钟左右啊 所以这边的话 大家呢 也不用去在这干等着 用这个时间呢 可以去把前面的这个步骤呢 先去走一下 一共需要安装1153个软件 这个步骤呢 等一下就可以了啊 它安装完成之后呢 会给我们提示的 这边呢 就先不用管它了 等待软件包的一个安装 这个过程等着就行了 感谢观看